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12章,第一到第十节 我自夸固然无意,但我是不得已的 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我认得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他被提到乐园里,听到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 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 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逼说实话 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 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上,就是撒旦的差异 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凝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在你面前有一本圣经 这本圣经是需要我们每天读的,不是放在哪里的 我们每天读,并且根据圣经的话去行 我们会发现,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很多很多的指引 今天我的讲题是疫情,疫情篇强势与弱势 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看见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还有州的领导人,十分的强势 坚持自己的意见,指责对方不对 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了 万一你不知道他是谁 他是美国的总统 他非常的强势 另外一个非常强势的国家领导人 是这位,就是俄罗斯的总统 普京,他也非常的强势 他的眼睛虽然不是朝着你看 他的眼睛往往往下面看 但是他其实还是非常的强势的 这位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 他是白俄罗斯的总统 他也非常的强势 整个国家的人都在那里示威反对他 他坚持不辞职 坚持说那些人是在那里动乱的 他非常的强势 我发现这几年来 我们中国多了很多强势的女人 可能因为我们女人以前没有地位 但是共产党他们是比民主的国家更早提出来是男女是平等的 这个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那么他提出来之后 我们中国的很多女人就翻身了 所以近来就多了很多强势的女人 以前没有的都被男人压住 你看好像这位女士就非常的强势 当然男人也有强势的 传统的中国都有一些强势的男人 但是最近特别的多了很多强势的女人 那我们要问几个问题 什么是强势 强势到底好还是不好 保罗是不是一个强势的人呢 保罗是很刚强的吧 他打不死的吧 他到处去传福音的 他不怕的吧 但是他是不是强势呢 强势和刚强有没有区别呢 我们要知道这个经文的背景啊 因为刚才是那个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的教会啊 有一批人他们挑战保罗的身份 还有他的经验 就说你不是真正的使徒 耶稣的使徒就是那十二位 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你不是真正的使徒的身份 还有你没有经验 这个很重要啊 你没有什么经验呢 他们讲的经验是那种特别的经验 是主向他们显现的啊 或者是在晚上给他们一个梦啊 一个意象啊 那一种的经验啊 好了 那我们看看这个保罗啊 他有没有这些特殊的经历呢 其实是有的 他有 他有很多 不过他不高 他他往往不讲的啊 他虽然有特殊的经历呢 但是他不强势的啊 我们看看啊 他第一节那里讲到主的显现和启示 他说我自夸固然无一 但我是不得已的 就说他自己有些条件的 他不会把这条件的 我是有什么学位的 我是怎么怎么样 我是有什么经验呢 他不愿意用这些东西来自夸 但是他因为有人误会他 说他没有资格做使徒 他就不得已 他就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了 什么是主的显现呢 就是耶稣亲自向他显现 耶稣有没有向他显现的 其实有的啊 耶稣有没有给他一些特别的启示呢 在梦中啊 给他的意象啊 其实也有的 但是他不愿意讲的 他不得已他要说 但是他用什么方法说呢 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五章的17到19节啊 因为其他的门徒都有的 那你怎么说呢 说大祭司和他一切的同仁 就是沙都盖 沙都盖门叫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 就下手拿住使徒 这个使徒是多数的吧 就是可能是全部的12个使徒 也可能是大部分的 收在外间 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间门 领他们出来 你看 就是使徒们就有一个 主耶稣向他们的一个启示啊 就是晚上的时候 有一个使者啊 有一个就是天使啊 开了门把他们领出来啊 假如你有这种经验 是不是啊 这是一个特别的启示啊 我们也看看另外一个 就是彼得了 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 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 彼得约在武正上房顶去祷告 觉得饿了想要吃 那家的人呢 正预备饭的时候 彼得浑游向外 啊 十一节了 看见天开了 这个是他的神 耶稣给他的启示啊 他看见天开了 有一雾降下 好像一块大布 细着四脚 坠在地上 他看见一块大布啊 下面的我就不读了 就上面有很多动物啊 有一个声音对他说 哎你吃啊 彼得就说 这个我不能吃的 这个是脏的东西啊 啊 那么神就说 我洁净了你不要说脏啊 神就借着这个启示呢 让彼得认为外邦人不是脏的 你要向他们传福音 你看彼得有启示的 其他的门徒都有启示的 那保罗你有没有啊 啊 其实他是有的 但是他不强调 他不强调那种自我的经历 啊 第二节到第四节怎么说呢 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啊 他这样说呢 就是有点奇怪的 啊 所谓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就是他自己 但是他不说我自己怎么样啊 那我等一下再交代一下啊 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去啊 你说这个是不是个特别的经历啊 是 第三层天了啊 因为犹太人相信有十层天的 或者身内我不知道 或者身外我也不知道 身内就是我整个身体被提上天了 身外的就是我的身体在那里睡觉 我的灵魂到了三层天了 这个叫身外 只有神知道 然后他说我认得这人就是他自己 或者身内或者身外 我都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他被提到乐园里 他到了三层天了 你到了哪里去啊 到了乐园里啊 就是一个人死了之后 他假如是信耶稣的 他就去乐园了 哎 保罗他可能他的灵魂被提到乐园里啊 听到隐秘的言语啊 哇 那是里面讲的人 里面的人呢 可能是摩西啊 大卫啊 所罗门啊 亚伯拉罕啊 他们讲的话是隐秘的言语 是人不可说的 不是跟我们人讲的言语一样的啊 他有这种的经历啊 好 那我们详细的看一看呢 首先呢 他是用第三人称 什么叫第三人称呢 就是说 我认识一个人 这个人怎么怎么样 其实也就是 有些作家就是这样子的 好比说 我知道我们的主任牧师 他是Andrew 他写一本书 他并不是说 我怎么怎么样 我怎么怎么样 他说Andrew呢 他的太太怎么怎么样 他的爸爸怎么怎么样 有一次他到什么什么地方去 这个他呢 就是第三人称 这个语法上是第三人称 保罗现在在语法上 我认识一个人 他被提到 他14年前提到三重 乐园里 那么这个就是保罗了 这个人其实就是保罗 他不愿意说 我怎么怎么样 我怎么怎么样 他用第三人称 这个是语法上 或者身内或者身外 就是说他 我也不知道了 是我的灵魂 是这个人的灵魂去到 还是他的整个身体去到那里 他说他被提到乐园 听见隐秘的言语 那还有什么呢 你到了乐园去 应该看到其他的东西 其他的人 你看见谁 应该看见耶稣 看见亚伯拉罕 大卫 岳伯 摩西 就是伟大的人物 他就不讲了 他只是说 听见隐秘的言语 没有再讲什么 换句话讲 为什么他这样做呢 他不愿意被人高估 第五到第六节 为这人我要夸口 但是为我自己 除了我的软卧以外 我并不夸口 他不喜欢自夸的 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 因为我逼说实话 假如他真是要说自己 怎么怎么样呢 他也不算狂 因为他是讲老实话 他不会说 没有 哪里哪里的 他不会这样子的 只是我禁止不说 他禁止自己 不夸口 不讲自己的经历 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 过于他在我身上 所听见 所看见的 那么这个就是保罗 一个强势的人 往往喜欢强调自己的经验 自己的成就 自己的身份 我是谁的儿子 你们知道吗 自己的财富 自己的学问等等 就好像这个人 这个人是个足球员 他是个球王 你看我呀 这个球是我打进去了 现在我已经打进100球了 什么什么 这是强势的人 一个谦卑的人 反而他不提这些东西 他提的时候也是用第三称的 或者也是低调的 保罗有没有特殊的经历的 有有很多 但是呢 他虽然有这些特殊的经历呢 他还是不强势的 他是低调的 啊 那么这个是保罗自己给我们的榜样 那保罗给我们第二个榜样啊 是什么呢 就是他活在挣扎中 他甘心处弱势 他不强势 他还处弱势啊 他讲到他肉体中有一个刺 有一根刺 第七节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 就过于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上 就是撒旦的差异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自高 啊 他用了这个一根刺 我在他的肉上啊 你看就好像这样子 他不是说一条毛啊 啊 刺是非常痛的 这个刺 就是在你的肉里面是叫你很痛的 啊 到底这是什么刺啊 那解经家都在那里拆 啊 有人就说啊 可能因为保罗他的眼睛不好 他的眼睛看的不太清楚 啊 所以他写字是写的很大的 那眼睛看的不清楚 算不算一根刺呢 我认为不是 另外在解经家呢 我就比较同意了 他这根刺呢 就是常常犹太人反对他 他自己的同胞就反对他 啊 啊 这个 启示录二章第九节 啊 这个是 耶稣对一个教会说的 我知道你的贫穷 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 呃 呃 毁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你看这里呢 启示录就说 这些犹太人呢 其实就是撒旦一会的 并不是说他们 啊 不是犹太人 他们是外邦人 是希腊人 不是 他们其实就是外邦人 啊 就就是犹太人 为什么说他们其实不是犹太人呢 因为圣经对犹太人有两个定义的 一个是血统的 一个是非血统的 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节说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 下面是说 要里边做的才是真犹太人 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我们都是犹太人 因信称义 我们每一个里边做犹太人 才是真正的犹太人 外面你是凭血统一代一代传下来 那不是真正的犹太人 所以启示录刚才那里讲的 那是犹太人呢 其实是撒旦的猜疑 啊 所以保罗既然说 他说有一根刺 啊 夹在他的身上 啊 那么这根刺呢 就是犹太人反对他 是撒旦的猜疑啊 啊 撒旦来攻击他 啊 他说 第八节 他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次离开我 啊 啊 那么三次求过主啊 啊 就呃 表示什么呢 表示他是挣扎的 假如他不挣扎 他不会求三次啊 是不是 一次两次 就太太太太太太痛苦了 到每一个地方去传福音都有一大批的犹太人去反对他 打他 赶他啊 啊 要告他啊 啊 你假如到每个地方去都有一些同胞到处去反对你呢 你说这是不是一根刺 所以这真是一根刺 他在那里挣扎三次求过主啊 啊 所以求过三次呢 就表示他的挣扎了 那么求过三次之后呢 你发现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求第四次了 就说他甘心处弱势了 他意思就是说 好吧 既然主没有把这根刺拿走 那我就处这个弱势吧 他们反对就反对吧 一定有主的意思的 他就甘心处弱势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呢 因为这样子的话才显出基督的能力 第九节 他对我说 就是主耶稣对他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伏辟我 耶稣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保罗愿意甘心乐意的处弱势呢 所以他就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呢 因为耶稣说 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你假如永远是那么强势的 你怎么样显出神的能力啊 你自己已经够强了 是不是啊 所以呢 保罗说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伏辟我 哎 这个就是他的原因 为什么他甘心处弱势 一个强势的人呢 他是依靠自己的势 他没有依靠主 因为主会对他说 你既然那么强 那不用我来帮助你了 我就不给你恩典了 你自己已经够强了 是不是啊 你依靠你的事吧 其实一个强势的人 他依靠自己 乃是依靠什么 依靠自己坚强的意志 他不是依靠他的身体的力量 他是依靠他的坚强的意志 他的意志非常强 强势的人一般呢 他的意志非常强 他坚持自己的意志 一定要做这个 一定要做这个 别人反对 我也一定要做 他是靠坚强的意志 但是呢 那不是真正的强 因为没有主的力量 哎 这个很重要 一切强势的人要知道 你依靠自己那种坚强的意志 你没有主的力量的 那我们要选择了 好 那么保罗还有给我们第三个榜样 就是你为基督示弱 那才是真正的刚强 保罗怎么样为基督而示弱呢 你看 他说他以软弱为喜乐 第十节 我为基督的缘故 你看他说明他是为了基督的缘故 不是他本身是这样子 他是为了基督不是为自己 就以软弱 凝辱 极难 逼迫 困苦 为可喜乐的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这里 后面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 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听起来好像很矛盾 也可以说是一个辩证的思想 听起来好像很矛盾 怎么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刚强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什么时候示弱 表示我的软弱 告诉别人我的弱点 他之前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 之前那里讲了很多 我被人打了几次 我坐牢有什么什么什么 我没有饭吃有什么什么 我遇到坏的船有风浪 有风浪有什么 有人反对有什么 有人控告有什么 那些都是他的软弱 凝辱 极难 逼迫 他告诉人 一般人不讲的 一般人不讲自己的失败 不讲有人反对他 都是讲自己的成就 但是这些就是软弱 就是他示弱 他不是真正的软弱 其实是示弱 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刚强了 这个好像挺矛盾的一个东西 其实这个并不是真正的软弱 只是一种弱势 他只是弱在那个势 好像我不得势 我处下风 他不是真正的软弱 外面的事呢 虽然弱 但并不是真正的心里面的弱 他的心一点都不软弱 这个我们要搞清楚 那为什么他说 软弱就是什么时候刚强呢 为什么软弱就是刚强呢 我们看哥林多侯书的十三章那里有一句话 我相信这句话是很多基督徒不知道的 当你看见这句话的时候 你要翻翻圣经 真的吗 圣经这样说吗 因为圣经说 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个他就是耶稣 哈 耶稣软弱 耶稣不软弱 因为我们一般用软弱这个词 我们说哎呀 我身体软弱 所以我病了 哎呀 我灵命软弱 所以我我冷淡了 我又犯罪了 那耶稣怎么会软弱呢 但是圣经就是说 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 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 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 因但因神向你们所写的大能 也必与他同活 啊 那么这句话是我们很难接受的 啊 其实这里的软弱 跟我们一般用的软弱 是不一样的 虽然圣经用了同一个词 软弱 啊 这里的软弱不是懦弱 不是虚弱 乃是刻意采取的弱势 就是说人家把耶稣抓了 人家打他了 人家把他钉死的架了 人家骂他取笑他了 他怎么样 甚至说他被骂不还口 被打不还手 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没有采取一个强势的态度 他没有说我告诉你们这些坏蛋 你们都是属于魔鬼撒旦的 我告诉你们 你们将来都要下地狱 神要惩罚你们啊 你们知道吗 我是神的儿子 他没有这样说 他反而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这个就是弱势 耶稣刻意采取弱势 好了 你要把我钉死的架 我就让你钉了 这是这种的软弱 是一种弱势 并不是真正内心的懦弱 还有一个东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圣经当他讲到很多很多的美德的时候啊 这是美德呢 都不是刚性的 都是柔性的 我举个例子 属灵的美德啊 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忍耐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里有九样啊 你看每一样啊 都是柔性的 不是刚性的 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为什么没有一些刚性的美德呢 为什么圣经不说啊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坚强勇敢奋斗争辩抵抗 啊 勤奋冒死 进去 争取 极恶如仇 这里也我也数了九样 那么这些都好啊 这是不好吗 为什么圣经不包括这些刚性的美德呢 还有 耶稣讲的八福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登山宝训那里 虚心的人有福了 怎么怎么样 哀痛的人有福了 然后他就温柔 饥渴慕义 为什么不这样子呢 哈哈 这个 这里面的道理非常的奥妙啊 非常的精彩 我们看看格林多后书啊 保罗自己的榜样啊 啊 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格林多后书 我们看第十章第一到第四节 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 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 你看圣经很少用勇敢这个词的 在这里保罗讲到勇敢 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是勇敢的 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 现在我又劝你们了 他是用温柔和平来劝的 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 但是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带这种人 因为这些人误会保罗指责他 说他没有资格 说他没有经验啊 但是呢 一见面的时候保罗就是谦卑了 不见面的时候他写信的是勇敢的啊 保罗写格林多前书的时候 指责的是罪恶的时候 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 对就对不对就是不对 他是很勇敢的啊 他一见面呢 他就很谦卑的很温柔的很奇怪 我们看下去啊 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有这样的勇敢 保罗是勇敢的 但是保罗去到那些人当中呢 去到格林多的教会当中呢 他说求你们叫我不要有这样的勇敢 第三节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这个就是道理 原来你在人面前显得非常的强势 那是血气啊 那不是真正的勇敢啊 语言见面的时候要很温柔的 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 以夫所说那里我这里没有提了啊 没有打出来了 不是说我们要刚强吗 啊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吗 你看看那里的全副的军装 不是属血气的军装啊 那些兵器都不是血气的兵器 都是温柔的柔性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啊 做一个结论 就强势啊 不是真正的刚强 因为他只是强在那个势 他其实是装胸做势 其实内心呢非常虚弱的 就好像这个人一样 外面好像很刚强里面很虚弱 各位你知道这个人吗 这个人就是希特勒 我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在德国念书 我读历史科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讲德国的历史 讲到希特勒怎么会做到总理的 其他人为什么让他做总理 我们老师说 因为他很强势嘛 他一定要做嘛 他说他做了他就会领导德国人 德国是站起来的嘛 他说其他的国家 英国法国都欺负德国 因为他们第一次大战的时候呢 输了 他们要赔款 赔很多款 所以把我们德国搞成这样子 还有这些犹太人都不炒人 他们做生意 常常欺骗我们德国人的 怎么怎么样 那么他非常的坚强 他一定要做总理 那么好人呢 一般呢都是不强的 不喜欢争的 好了好了 你要做就给你做了 所以其他人就看着他那么坚定 啊 当时还看不出来他是个坏人 就好了 他做了就好了 他做了总理 他都知道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他做了就好了 终于让他做总理了 这个就是这个道理 他做了总理之后呢 一步一步把国家带到一个非常糟糕的道路上 他就成为一个独裁者 发动第二次大战 把德国带到这个非常大的灾难当中 强势的人呢 他们容易得势的人 因为其他人会让他的 但是有个问题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他们关系不好 啊 并且呢 他们很容易患重病的啊 其中一个就是心脏病 另外一个我就不讲了啊 我看了很多啊 因为他的意志非常的坚强 以至他们啊 晚上睡五个小时 四个小时 三个小时 我也要把这个事情办好啊 我一定要坚持 他们的身体啊 是呃 的能力啊 他的意志是超过他身体的能力 能够去承受的 所以他就容易患病了 并且他会 呃 让他家人呢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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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病的啊 你看就 起码呢 你看一个强势的人呢 别人都很怕他的 他的关系会不好的啊 啊 那么 后来 我们现在又要讲了 为什么圣经讲到一切的美德 好像都是软性的 都是呃 都是柔性的 因为真正的刚强是爱 以夫所书第三章那里说 求他就是这个天父 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哎 真正的刚强是在心里边的 不是外面的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真正刚强的人是爱心有根有基的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是何等长阔高深 真正刚强的人是里边的刚强 是里边有爱心的 里边有基督的爱的 里边有那种长阔高深的爱 这里讲到长阔高深 就是说基督的爱有四个维度的 有长度 阔度 高度 与深度 为什么说基督的爱有长度呢 因为他爱我们不是爱一时的 他一爱就爱到永永远远的 他要永远跟我们在一起的 第二 基督的爱有种阔度 他不光是爱我 他也爱其他的人 他不光是爱中国人 他也爱印度人 日本人 他爱世人 神爱世人 够阔了吧 够广了吧 基督的爱有一种高度的 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的 够高了吧 这种爱是基督是从天上下到地上来的 这种爱是一种高度 是地上没有的 最后基督的爱也有一种深度 他为我们舍去他的生命啊 你说够不够深啊 这个是基督的爱啊 那么我们也要有这种的爱啊 那我们就能就不再强势了啊 因为强势是外面的强 不是里边的强啊 所以圣经叫我们学耶稣的样式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耶稣自己说的 凡劳苦当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耶稣没有说我心里勇敢坚定 他没有这样说我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 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那我们具体的怎么样把基督的样式活出来啊 我有一些具体的提议啊 首先呢我们对别人讲话的时候啊 应该是邀请式的 不是命的式的 哎 立马的把那东西拿给我 哎 怎么把这个东西拿走啊 我们是邀请式的 我们说可不可以请你做这个事情啊 然后人家做了 我们就说谢谢 这个是邀请式的 这个就是温柔了 这个就不强势了啊 当我们要做一个提议的时候 就算对我们自己的家人 我们要要说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这样做啊 你认为如何呀 这样子 要不是说 哎 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做的 肯定是这样子的 那是强势 假如你说我觉得怎么怎么样 你认为如何 你认为怎么样啊 这个是弱势温柔了 罗马书十二章 那里有一句话 众人以为美的美的事 要留心去做 就说 除非是呃 与真理有关的 与真理有关的 就按圣经去做 按圣经去做 假如与真理没有关的 我们就众人 大家认为怎么样 我们就留心去做了啊 呃 这个就是呃 采取弱势 就是温柔 啊 啊 各位 假如你强势呢 你要知道 别人都会怕你 会避开你 假如你温柔呢 我不讲弱势 我讲你温柔呢 别人就会尊敬你 很喜欢亲近你 那你选择了 所以我诸各位 今天我不是鼓励软弱 啊 那个软弱是另外 鼓励懦弱 我是鼓励不强势 鼓励温柔 让我们大家一同学习 耶稣的温柔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你的儿子耶稣 来到地上的时候 其实他是非常的勇敢的 他是非常的呃呃 刚强的 但是他表达出来的 就是那种的温柔 难怪你的儿子耶稣 在马太福音的那里 啊 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温柔的人有福了 啊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难怪你的使徒保罗 讲到啊 圣灵的果子 使人耐喜乐和平温柔节制 这些东西 而不是那些刚硬的东西 主啊 这对我们来说 真是一个很大的学习 我们求你今天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谦卑下来 能够温柔下来 特别是我们曾经经历过 斗争的文化的 我们今天真是要重新学 学习怎么样温柔 使我们更有更好的身体 有更好的健康 有更好的家庭生活 有更好的人际关系 并且我们也能够把你的福音 用温柔的方法 不是用强迫的方法 啊 来传给别人 这样子的话 啊 我们就能够高举你的名 我们就能够行在 你的旨意当中 跟从你的脚步 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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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